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述 本节目以太北口门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运程文化出版公司 刚刚出版的一本 从法文翻译过来的综艺本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当然已经离开我们很久的阿贝尔卡密 卡密尔他在他的生涯当中 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小书 这是一个三幕剧 这个书的书名叫做误会 喜爱阅读的人应该很少人 对于卡密尔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或不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还是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阿贝尔卡密尔他是1913年 出生在法蜀的阿尔吉尔 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参加了法国的军队 在最关键的马恩和之一当中 过世了 所以到后来阿贝尔卡密尔 他曾经也写过在去世之前 没有完成的一部遗作 叫做第一人 这个过程当 在小说当中就写了 他如何去寻找父亲 其实是不能找到活着的父亲 而是他如何去探访 父亲所葬生的坟墓的这个过程 因为没有父亲的关系 所以他的成长的过程相当的艰难 靠着奖学金读完了中学 1933年 他用半工半读的方式 在阿尔吉尔大学 共读哲学 在1935年 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他到了巴黎 他又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 他从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 在1942年 当然发表了他最关键的作品 那就是《异乡人》 《异乡人》这部小说让他声明大早 1947年 他另外一部小说《瘟疫》 也曾经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评 1951年 他又发表了反抗者宣扬 叫做纯粹的反抗 在这里就引发了 他跟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甚至也是在知识跟思想上面的同志 的沙特 有了非常戏剧性的决裂 这是卡密尔在他的这个生平当中的大概 当然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1957年 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大家可以帅数算一下 那一年他只有44岁 非常的年轻 但是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 就在一场非常荒谬的测祸当中上升了 这是卡密尔的生平 卡密尔的写作如果我们要了解究竟这一本新出版的误会 这个三幕剧在他写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话 我们要先了解 卡密尔他曾经为自己设计了一种认为 他认为最适合他的表达的形式 意味着是哲学文集跟小说三合一的一种三部曲 三部曲三种不同的文类 但是处理同样的一个主题 对他来说 戏剧可以让人看到主题在行动上面的表现 哲学文集就让人家可以了解主题的推论 小说则是负责挖掘跟主题有关 比较隐晦比较优伪 甚至比较黑暗的领域 所以在卡密尔的许多写作的过程当中 他的计划都是用这种三部曲的方式来规划的 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本误会 其实也就是他的荒谬三部曲当中的一部分 荒谬三部曲对我们来说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刚刚提到了的异乡人 异乡人是荒谬三部曲当中的小说 另外也是一本很有名的文集 那就是学习佛斯的神话 这是荒谬三部曲当中的哲学文集 所以就有意思 那就欠了戏剧 那荒谬三部曲的戏剧在哪里呢 荒谬三部曲标准的答案 那是卡密尔写过的一出戏剧 名标题叫做卡里古拉 卡里古拉是一位罗马的皇帝 也就是这出戏的主角 他的这个剧本在异乡人出版了两年之后 1944年出版 不过就在写异乡人的过程当中 卡密尔扩增了原来的三部曲的架构 把戏剧从一部剧本增加变成了两部剧本 卡里古拉是原来就规划好的 在异乡人之前就已经动笔写 所以他明确是跟异乡人 有这样的一种对应对照戏剧跟小说之间的关系 不过后来在卡里古拉之外 卡密尔写了这部剧本 就是误会 然后也把它放进到荒谬三部曲当中 所以严格来说 这个荒谬三部曲就不是那样的三部曲 它变成了四部曲 只不过它仍然是三种文类 所以它仍然给自己的这一批作品 保持了三部曲的这个名号 因为它把误会当作是异乡人的副产品 是依附于异乡人的这部小说而存在的 所以误会这个戏剧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大家熟悉异乡人这个小说的话 这个小说的第二部第二章 我们的小说里面的主角 Mesol 他被关在牢里 因为他犯了杀人罪 在牢里面 他就这样想 他说 坐牢的重点 其实在于如何打发时间 自从我学会了回想过去 我就在牢里面 也从来没有再觉得无聊过 有几次我回想起自己公寓里的房间 在脑海当中 我就想象 我从一端出发 然后我清点 路上应该出现的东西 再回到了原点 刚开始对于这公寓的回想 很快就能够走过一遍 但每一次只要重想一次 花的时间就更长 就可以打发掉更多的时间 他打发时间 还有第二种方法 是睡觉 他说一开始 我晚上睡不好 白天睡不着 日子慢慢过下来 我晚上睡得好了一点 白天也能够睡一点 最后那几个月 我一天能够睡上 16到18个小时 换句话说 只剩下6个小时 需要打发 这还不包括吃饭 大小号 回忆游戏 还有 杰克斯洛伐克的故事 这里突然提到了 杰克斯洛伐克的故事 那是什么 那就是他从草席跟床板之间 找到了一张报纸 从报纸上读来的故事 所以小说里面就大致的描述了这个故事 故事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 有一个杰克的男子 他离开了生长的小村庄 希望能够到外地去成就一番事业 25年之后 成功发贷查的他 带着妻儿衣锦还乡 他的母亲在家乡跟他姐姐一起经营旅馆 为了给他们带来惊喜 所以呢 他把太太跟儿子安置在另外一家饭店 然后自己到母亲跟姐姐开的旅馆去 因为太久没见了 25年了 所以妈妈没有认出他来 他突然想要跟妈妈还有姐姐开个玩笑 所以呢 他就要了一个房间过夜 而且呢 故意炫耀 他自己非常的富有 所以那天的夜里 他妈妈跟他姐姐就用榔头把他打死了 偷走了他的钱 然后把尸体丢进到河里 隔天早上 他的太太到旅馆来 在不知情的状况底下 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于是他的母亲上吊 他的姐姐跳井自杀了 我们能够想象 写这段故事的时候 在写小说 但是卡妙 心里面应该就带着一份不甘心 因为他在小说里面的 这个自己编出来的故事 写得太好了 所以他写了一段太好的故事 单纯只是给Mussault来消遣 然后里面的Mussault 反复读了又读这个故事 他就只是评论说 表面上这个故事看起来太戏剧化 让人难以自行 另一方面却又合乎常理 这个故事呢 有比这样的短短一句评语 更多更丰沛的潜力 卡妙在《异乡人》小说里面 他当然没有办法借由Mussault来充分的解释 这个故事 来好好发挥其中的潜力 但是卡妙自己被这个故事吸引了 所以在写完了《异乡人》之后 他就把这个故事扩充 变成了这本剧本 误会 摆脱任不受他的欲中的生活 也摆脱任不受有限的领悟 跟诠释的能力 把这个故事交给作者 卡妙自己来运用 来处理 其实我们光是刚刚在 把小说里面的这个简单的介绍 念给大家听 你大概就可以明白 这个故事跟荒谬 跟荒谬哲学之间的关系 这当然是一个悲剧 妈妈跟姐姐杀了自己的儿子 跟自己的弟弟 但是悲剧是怎么产生的 悲剧来自于误会 再追问 这误会又是怎么来的呢 依照卡妙他的荒谬哲学 而带来的答案就是 源自于人太过于看中外表 看中你心里面想象别人的身份 而忽略了内在真实的身份 在妈妈跟姐姐的眼里面 他们就只认得出 现在来住宿的这个人 他是个有钱人 在那样的一个夜里面 他们只在意 他是个有钱人这个身份 所以这个身份 超过了所有的其他的身份 因而引发这个妈妈 跟这个姐姐 他们的杀鸡 所以这个杰克男子呢 他活着或者后来他死了 并不是由他到底是谁来决定的 而是由他的妈妈跟他的姐姐 如何认定他是谁 其实他就是他 他的财富就是他财富 只不过这中间关键差别是 他妈妈跟他姐姐知道 或者是认为这是儿子弟弟 他就活下去 可是他妈妈跟他的姐姐认定 他就是一个陌生的有钱人 就彻底改变了他的遭遇 所以他的妈妈跟他的姐姐 误会了他的身份 这就是这个剧的书名的来源 认定他是一个有钱的陌生人 藉由这件误会所产生的悲剧 卡密尔要问的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 你也要问自己 你有办法从穿透了外表 外加的身份来认识一个人吗 即使是我们认为的血缘上面 母亲姐姐 这是怎么样多么亲密的一种关系 但其实也都是 他的本质上都是身份 必须要靠身份的标记 才能够来辨识 当他没有表明自己是儿子是弟弟 他就不是儿子就不是弟弟 而是他身上有更明显的印记 他就变成了单纯是一个有钱炫富 令人讨人厌的诞生外地的旅行者 在儿子弟弟 这是一种身份 另外一种身份是劫财的对象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差距吗 还是这一刻 你要是觉得你可以把他杀害 然后去抢夺他的钱财的这个对象 如果他下一刻翻身 表明了他的身份 变成了儿子变成了弟弟 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换 就跟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无关吗 这一连串的问题 就指向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有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 但一定必须要困扰我们 逼着我们去思考的种种的荒谬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来继续聊 听见台北的声音 住在FM93.1 AM1134 大家好 我是黄春铭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山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台北Radio 感谢邻居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空电台 台北的声音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卡米尔的三幕剧 叫做误会 借由误会这出戏 卡米尔要提出来非常重要 也非常普遍的问题 这是一个存在层面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问我们 平常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对待 到底有多少是由身份来操控的 你是因为这个人 他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你如何对待他 有多少的部分 是因为这个人本身 他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藏在他的身份后面 即使是他变更的身份 不会更变更的东西 那才是你认知的 或你在意的 我们爱一个人 我们恨一个人 我们到底爱什么 我们到底恨什么 我们爱这个人恨这个人 等同于爱他的身份 恨他的身份吗 如果这个人 他是失散了25年 回来的儿子跟弟弟 你就会爱他 可是如果同样这个人 他是一个陌生的 就只是拥有很多钱的有钱人 你就会恨他 你就会抢他的钱吗 这就是误会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看起来 好像真的就这样 这个人 他前一天跟后一天 是同一个人 可是前一天 他妈妈跟他姐姐 讨厌他 痛恨他 以至于把他杀了 后一天 却因为爱他 发现了他是儿子 发现他是弟弟 而痛悔 以至于一个上吊 一个跳井 自杀了 那么样的极端的转折 从恨到爱 这种逆转 完全就是依照 他们对他的身份的认定而来的 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像完全无关 于是我们却由误会 我们也就可以回头 再读一厢人的小说里 刚刚跟前面跟大家提过 Massau那一段 看似清新的意见 他说表面上 这个故事 看起来太戏剧化 让人难以置信 但另外一方面 却又合乎常理 一方面 我们觉得这种出于误会 以至于 把自己的弟弟 跟自己的儿子杀掉的事情 不应该会发生 那这太荒唐了 这好像 让人难以置信 但另外一方面 这个戏剧性灾难 所产生的原因 却随时 潜藏在 日常人跟人对待的习惯里面 并不是那么样的古怪 那么样的 不可思议 比如说 很多谈过恋爱的人 在恋爱当中的人 都有过这种对话 对话背后的 这种恐慌跟疑惑 你常常会跟 你的情人问说 你到底爱我什么 如果我老了 你还会爱我吗 如果不是长这个样子 如果变丑了 你还是会爱我吗 甚至有时候我们问说 如果我不是个男生 我是个女生 你还会爱我吗 这种问题 我们经常在 这个强烈的情感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提出来 你明明知道 这是无法 真正找到答案的问题 那为什么他找不到答案 因为背后 共同的根源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人跟人之间的对待 到底是靠时不来决定的 从一个角度来看 存在主义的价值 也就是在对这样的疑惑 提出了坚定的答案 什么样的坚定的答案 卡米尔的存在主义主张 放弃那些认识别人 对待人 别人的方便的灾药检写 你要尽可能 直接去看 人之所以为人的 这个全服的内容 我们的焦虑 我们的不安 就来自于我们担心 在情人的眼里面 在他心里面认定的我 只是我这整个人的 某一种萃取 他把这一部分放大成为我 所以跟我交往 然后所以爱我 我们其实都知道 不管那被放大的部分是什么 就不会是我这个人的全部 也不应该 也不可能 就这样方便的代表我 代替我 所以才产生了强烈的焦虑 我们想要知道 被用来代替我的那一部分 到底是什么 这是焦虑的一个来源 我们害怕情人 看到我作为人 必然会有的其他的部分 他就改变了心意 这是焦虑的另外一个来源 还有我们更害怕 他认定的那一部分 如果变化了 如果消失了 那么建立在对于那一部分的 我的认知上的爱情 那不就跟着改变 就消失了吗 在一般正常的状况底下 卡米尔就是要点出来告诉我们 人跟人之间的对待 其实是假装对假装 谎言对谎言的 你认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针对我这个人 建立了一个非常简单方便 能够接受 能够掌握的假人 用这种方式来决定 你要如何对待我 我对待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是假装对假装 谎言对谎言 彼此都不追究 谁也不拆穿谁 所以把可能会有的疑惑 都藏了起来 这样你审视 我也审视 只有在一些非常特殊 非常极端的情境 会把我们从这种 审视的状态底下 把它逼出来 让我们藏不住 本来就在那里的怀疑 从一端你会问 我认定了他 真的是他吗 同时也就必然产生 来自另一端的 反过来的问题 他认定了我 真的是我吗 有的时候强烈激动的爱情 会逼我们这样去看 这样去问 有的时候强烈激动的仇恨 会逼我们这样去看 所以悲剧伤害 也就经常被我们这样问 还有那就是 像卡缪的这种 存在主义的哲学 以及这种哲学 所衍生出来的文学 也就逼我们一直这样在问 这是误会这本书 我们源自于存在主义 对他的认识跟理解 另外我们要 非常感谢 竟然在今天 2019年出版了 误会的中文翻译本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卡缪很多的作品 尤其是他的一乡人 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读者 但是误会这出戏 却在中文世界 很少受到重视 甚至大家都不知道 有中译本的存在 这本中译本 其实早就在 在出版前沿当中 李明明女士呢 他替金恒杰先生 写了这样的一个来历的说明 这本书是金恒杰所翻译的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稍微早一点 我们曾经介绍过 金恒杰的文集 金恒杰呢 他是1934年出生 1946年呢 来到了台湾 最早是就读于台北女士副校 然后后来建国中学 1948年短暂时间呢 跟着他的父亲 回到了温州 插班去念温州中学 1949年又来到台湾 在台湾外文系毕业 1962年去到了法国 在法国得到了博士学位 还一度任教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 还有巴黎高等翻译口译学校 这是他跟法国的非常深刻的渊源 也是他翻译的非常重要的背景 在法国待了26年之后 金恒杰在1988年 他回到台湾 担任国立中央大学 法国语言学系的教授 也担任过主任 他是写非常漂亮的散文家 也写一部分的小说 但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 所介绍的 是他作为一个 曾经在欧洲在法国编杂志 并且翻译法文的一个译者 所以在出版前 当中就说 卡米尔的三幕剧误会 原来堪行于欧洲杂志的 第五期跟第六期 那是在1966年 那是欧洲杂志创刊不到两年 这个时候离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20年 但是法国都还不能说是 已经完全恢复了元气 文艺界当中还弥漫着一种 存在主义遗留的余温 而当时台湾对于50年代 法国文艺界盛行的荒谬文学 才正在学习 正在接受当中 所以这里面 其中的一个背景是 欧洲杂志 欧洲杂志创刊在1965年 是以介绍欧洲文化为宗旨 对于战后 法国的文学艺术的影界不予余力 在很短的时间当中 欧洲杂志介绍了Camille 介绍了Sato 介绍了UNESCO 介绍了Plevelle 介绍了Arnoi 介绍了Giacometti 这些欧洲的文艺作家 杂志的第五期跟第六期 特别设计了Camille的专辑 因此金恒杰 他就特别翻译了这本Camille的误会 然后还请人翻译了这本误会 并且撰写撰文来介绍Camille 这就是这本书的来历 这本书因为这样的一个来历 所以它另外有一个很特殊的价值 那就是我们看到 在书里面也收了刚刚提到的 1966年欧洲杂志第五期第六期当中 金恒杰他所写的关于Camille的介绍 跟Camille的认识 在这篇文章当中 金恒杰把Camille放回到 就是他的出生的这个时代跟背景当中 远塑整个法国 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 走上了存在主义的探索 以及Camille的这个文学的探索 应该要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的 远源跟背景当中来认识跟理解 所以除了读误会Camille的这个戏之外 在这本书里面 金恒杰的这篇介绍的文字 也非常的有分量 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是在1966年写的 所以这篇介绍的文字 从一开始就先跟我们说 1957年因为得了诺贝文学奖 所以法国作家阿伯格米 Camille这个名字呢 就在中文世界里面开始被转译 开始被认识 尽管如此 他特别说 在那个时代还很少的读者当中 最大最强烈的感受就是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作者 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外国人 因为他写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作品 他的作品里面跟中性孝体 跟礼意廉恥 跟家庭伦理 跟好人好事 甚至死乱中弃 因果报应 邪不胜胜等等 全部都不相干 那这个人怎么会得诺贝文学奖呢 因此他对于当时金汉杰 1966年写这个文章 他最大的价值是 因为他面对当时中文读者的一个困惑 大家觉得卡米尔非常难读 卡米尔非常的晦涩 但金汉杰就是要告诉我们 卡米尔一点都不晦涩 从来没有法国人在读卡米尔的时候 会认为卡米尔是晦涩的 甚至他就会引用法国人的意见 就是他的文体写作是要让读者都能够看得懂 那如果他的法文这么干净 法国人一点都不觉得他晦涩 为什么中文的读者会觉得他晦涩呢 从这里就展开了金汉杰一连串的 这个非常广泛而且深刻的说明 这些说明一直到今天 都对于我们如何认知跟理解卡米尔 尤其是理解他的三幕剧误会 有相当大的帮助 特别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卡米尔的误会 这是金汉杰所翻译的版本 刚刚出版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大家好 我是吴康仁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